今年呢好像流行这么一句话啊 说有一种友情叫做赵薇黄晓明 那么在今年这个黄晓明担任评委二了我们一个夏天之后呢 最近又有效率说赵薇啊也要献出他的评委处女秀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猜猜这个赵评委究竟会走什么样的路线呢 我觉得我的风格一定非常值得大家期待了 因为我现在也没想好完全不知道到时候会是啥风格 这是赵薇在确定加入第五季中国达人秀评委阵容后 对于自己的评委风格给出的预测 因为此次达人秀的导演团队正是中国梦之声的原班人马 有消息称赵薇能最终加盟少不了好友黄晓明的利剑 甚至不排除赵薇加黄晓明这对同学档一起坐在达人秀评委席上的可能 那么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呢 达人秀出来的采访报道有赵小姐加盟原因 想问一下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信了 这我不太清楚 赵薇黄晓明的强强联手是否会出现 似乎还有待证实 不过从赵薇接受平面媒体的态度来看 他是百分之百的要坐在新一季达人秀的评委席上了 那么赵评委将会以怎样的风格示人呢 赵薇担任评委风格大猜想 温和还是严厉 去年作为第四季中国达人秀评委的徐敬蕾 就因为过于严肃的风格遭到观众吐槽 那么跟老徐一样有着导演背景 做导演时很有威严感的赵薇 多其评委 会不会也要将这种感觉带入选秀节目中呢 看来小燕子严肃起来确实可怕 不过毕竟是综艺选秀节目 赵道完全可以收起威严 娱乐其重 此举不妨效仿下二了我们一个夏天的黄小明 不知赵薇的自我调侃能力怎么样呢 赵薇担任评委风格大猜想 能否自娱自乐 这个我会当作对我很好的建议 然后不断地提高自己 给自己高的要求 失手的时候是我自己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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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